中日可以深入旅遊以外 对于像这些交通 它也保持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有一些班次它就不一定怎么 一定要马上游 它可以稍微再多晚几天 我们那么长期来讲 还是要以自由行 作为推动的目标 大家来的话 可以比较轻松的漫游 我们这一次的像秋冬游的补助 自由行就是一加一 这是第一天补助过夜的话是一千年 然后第二天再加买一千年 那刚刚也听到确实有更多的自由行 另外我们也会把马祖持续列入我们的经典小镇 让大家以整合行销的方式 让可能个别来讲也许马祖要去做行销 那成本效益比较不那么划算 那我们一起来协助做经典小镇的行销 为什么会特别来一趟来讲下去呢 来马祖你就会爱上马祖 那马祖是真的很特别的一个国际级 观光的这个景点 那它是很有特色的 第一个它的这个就是整个战地文化 那再来就是非常特色的这些地形景观 那又配合像比如像马祖文化在这里 那这边的想说美景美食美酒 所以有出过国人都知道 拿马祖来跟我们去欧洲 或是去什么夏威夷比较 我们有过之而无极 其实台湾人 我再推就是说一定要有共同的成年礼 那有三项的体验 第一项当然是满岛的旅行 不管你是这个开车 坐火车还是这个骑自行车 第二项就是去登百岳 像玉山然后雪山这些百岳 再来就是要到外岛 那马祖金门横湖 这些外岛的体验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20岁之前 都体验过 这样才具备共同的台湾经验 那因此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次秋冬游 我特别对离岛加码 就是希望国人自己 有这么好的一个观光的资产 可是来过马祖的人 可能不到一成 当然国内旅游如果推动得好 我相对于这些离岛的观光 会蓬勃发展 而且让台湾人以后 可以有共同的经验 也让国际的旅客 他们来台湾的旅游 不用只是这种走马看话 所以刚刚现长说 如果要增进自流行客 飞机能量多一点航班 现在飞机要公布应求 只有一架力龙航空 我们在推动第二架华信航空 也能够飞 那目前也在进行中 希望能够加速 再来就是以力龙航空 它现在的大产力 都已经到八成五以上 可见的是相当有需求 那我们也希望说力龙能够加班 除外 华信也能够尽快的飞 谢谢